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音,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一款粉底的测评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我眼睛上两个妆容看起来不一样 是因为我忘记我还没有录片头 然后刚才就很狂野的放开要试一下妆结果导致呢 现在非常的尴尬 但是大家请不要把重点放在我的眼妆上 反正今天这个也不是什么妆容的视频啊 请大家谅解 那今天要测试的这款粉底呢 就是去年Mac出的这款 叫Studio Fix Fluid 那其实这款刚出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种草 想过要入它 最后呢还是决定入了Lunasol去年的新款粉底霜 那款粉霜呢最近快要空瓶了嘛 大家也知道 所以呢在空瓶之际 我决定还是入手了这一支Mac 这款呢据说是对混油皮非常的友好 那我的皮肤在现在这个季节呢 肤矿大概也属于比较偏混油一点点的吧 首先说明一下我做底妆测评的习惯呢 我习惯是分两天 第一天呢是只上粉底价一点蜜粉 然后画个眉毛 其他的妆容全部都不带 因为我觉得像遮瑕膏呀 腮红啊 修容高光这些粉质的产品叠在脸上嘛 多多少少会影响一些对底妆后续的观察吧 那第二天呢也就是今天 我会带一个全妆 来看一下这个粉底搭配其他的彩妆的这些产品 效果怎么样 好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赶紧开始第一天的测评吧 首先来开箱 这次买的这个色号是NC12 里面的罐子是长这样的 希望有压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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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没有压榜头 我还要另外再去网上买一个压榜头吗 这个NC12呢目测是一个蛮白的颜色 可以看出这个粉底液呢 质地不是那种特别稀的 它是有一点点浓稠的感觉 NC12这个颜色 天哪我感觉我好像买白了耶 完全涂开以后 感觉跟我的手颜色还蛮融合的 这边先放着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氧化程度 国际惯例来看一下我最近脸上的状况 大家可以看出我最近脸上的状况 非常的不好 太阳穴是一颗大的红肿的痘痘 这边呢是老痘印 这边也是痘印 这颗呢有一点点突起 但是不严重 这些全部都是痘印 中间这颗呢 是昨天刚冒出来的一颗新痘 非常的无奈 鼻翼呢有很明显的泛红 脸颊呢有一些晒斑 总之最近的肤矿就是众所周知的不太好 我今天用的海绵呢 还是美国精选的这个三角其风海绵 现在脸上的这个状态呢 是上了爽肤水和一个很清爽的精华 然后再加欧莱雅的新版的小金管的防晒霜 并没有加任何宝石呀 或者什么的妆前乳 脸上的这个油光呢 其实它不是很油 它是清爽的 只是呢那个防晒霜上到脸上以后 会有一点点反光的感觉 那我这半边脸上脸的这个量呢 因为我没有买泵头 所以也没办法跟大家说 是半泵还是一泵 总之差不多是这么多吧 好像还不太够呢 这样子上半边以后 简直就是阴阳脸 那这个色号其实跟我脖子的颜色 还蛮搭的 等它稍微氧化一点点以后 应该会融合的很好吧 我脸上其实就是肤色不均啊 比较泛红 全脸上完以后呢 在正常的社交距离下看 整个脸是非常干净的 它不是那种纯雾面的质地 是略微带一点点奶油感的妆效 拉近给大家看一下 这种大的痘印呢 大概遮掉了五六成的样子吧 像这个老痘印 其实也没有完全的遮盖掉 下巴的这些痘印呢 看起来没有刚才那么惨烈了 但是还是隐约能够看到一些的 鼻翼的泛红呢 大概也是遮掉了个七七八八吧 日常生活中 我觉得这种遮盖度是完全够了的 脸颊的晒斑 看起来也没有刚才那么明显了 但是呢 还是隐约能够看到一些 对黑眼圈的遮盖呢 大概是遮到个五六成的样子吧 但是内沟 你们看还是没有办法的 鼻翼这里呢 有一点点的卡粉 但是也不是说非常的严重吧 反正正常的 隔个一米的距离看呢 是看不太出来的 对毛孔的遮盖度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还是能看到正常人类的毛孔 只是呢 比不上妆看起来要细腻很多 眼下最近是长了两颗东西 这个是叫丘利枕 还是叫什么东西啊 反正这是这两天才刚长的 希望它能尽快消下去吧 我现在拉远看 感觉好像比刚才暗了一个度有没有 刚上脸的时候 鼻现在好像要白很多耶 所以它应该是会氧化的吧 待会在手上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粉底呢 它是有香味的 我现在上完全脸以后 感觉那个香味就是已经散了很多了 没有那么的明显 而且它这个香味是让人舒服的香味 不会让人觉得闻起来不愉悦呀什么的 我现在又倒了一些粉底液在手背上 刚才是涂的这边 现在来涂这边 完全涂开以后 你们看氧化的程度 这边是一开始涂的 这边是刚涂的 它的氧化还是蛮明显的 其实在我脸上也能看出这个氧化的效果啦 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氧化以后呢 颜色看起来还蛮自然的 一开始我还担心买这个NC12会不会太白 但是现在看来呢 NC12对我来说是正正好的 我回来了 稍微的拍了一层蜜粉补了个眉毛 然后上了一个唇膏 今天脸上用的这个蜜粉呢 是花西子的这个03号妆45 我只是薄薄的上了一层 并没有上很多的亮 忘记说我自己的肤质了 因为我感觉好像大家都已经知道 我是什么肤质了 完全忽略了 有很多同学是新来的不清楚 我自己的肤质呢 在现在这个天气的情况下 属于一天下来 T区会稍微出一点油 两颊是属于不干不油的状态 那平时有一些底妆产品如果不合适的话呢 重灾区往往会出现在下巴的地方 下巴会有很明显的浮粉或者白芝麻之类的 所以待会下巴这个地方也是我重点会去检查的一个区域吧 好再来看一下之前先后上的两块粉底 现在这个情况 它们两个颜色已经完全均匀了 而且这个颜色呢 基本上是在暗沉了半个色号到一个色号之间吧 然后就停住了 没有再继续暗沉下去 现在呢是上午的10点44 我刚才刚上完底妆的时间应该是在10点半的样子 那我们就待会再见吧 现在是下午的1点39分 当1点半吧 嘴上的这只唇用的换了一个颜色 这只是Hidden的三分条豆 没有带全妆涂 这个颜色感觉好像很奇怪对不对 但这个颜色真的非常的漂亮 我刚涂它呢是为了拍照 顺便跟大家想预告一下 下午月份呢会有一个跟Hidden的合作 这个合作其实是B站签的线 到时候的形式可能应该是会给大家优惠券吧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系列的唇有感兴趣的话 到时候那个视频里面我会再详细介绍的 大家通过那个视频去购买的话呢 会有一定的优惠 好了回到正题 现在是三个小时 连上这个底妆在三个小时之后呢 现在在正常的社交距离下看 状态还是不错的是吧 整一个脸呢是有微微的光泽感 好像那种有一点点奶油肌的感觉吧 但是这个光泽感并没有说到非常的强烈 拉近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这就是上妆三个小时以后的状态 我们迟一点再来check吧 哈喽我回来了现在是6点41分 45度的话算是8个小时距离上妆 其实不是说硬凑到8个小时就结束了 只是因为呢戴着隐形眼镜一天了 有点不舒服想要拿掉 由于现在已经没有自然光了 所以只能在灯光的效果下 给大家看最后的这个8个小时的妆效 我现在转动脸应该是可以看到 脸上是有这种自然的油光感的 但是没有说到很油吧 看起来就好像是还蛮健康蛮自然的感觉 今天一整天这个脸我都没有动了 完全没有拿手去碰过这张脸 拉近距离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可以看出整体的妆效呢 保持的还是可以的 下巴的这一块痘痘跟痘印呢 我感觉遮瑕度比早上的时候 好像稍微要浮出来一点 但是也没有说遮瑕掉的很厉害吧 基本上还是能过关的 平时的下巴重灾区这一块呢 也完全没有浮粉 这点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那像鼻翼呢 盖卡粉的地方还是有点卡在那边 跟早上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鼻子下面的这一块 好像有一点点脱妆的样子 可能是因为有出油吧 但即便如此呢 鼻子上面这个毛孔多的地方呢 也没有说因为出油 它对毛孔的遮盖力度就下降很多 这一块呢 可以看到是有点翻油光 但是对于毛孔的遮盖度 好像变化也不是特别的大 两颊基本上都是完好的 非常完美的妆效 所以Mac的这款粉底 今年8个小时持妆下来的情况 给我的感觉就是 除了面妆稍微有点出油以外呢 其他地方保持的是非常的完好 好 那我们就明天继续吧 回来了 画了一个全妆 刚才录了一个片头 请大家忽略我两只不一样的眼睛 今天就纯粹是在家里试妆而已 蜜粉呢用的是跟昨天一样的 花细籽的蜜粉上了薄薄的一层 然后这些痘印的遮瑕呢 用的是德仙的遮瑕膏 现在是11点钟 那其实我刚才刚上完粉底的时间呢 忘记给大家看了是10点钟 试妆试了一个小时不好意思 那我们就从10点钟开始记录 看看接下来一天 这个底妆搭配全妆的效果吧 现在是晚上的8点05分 45入当8点钟吧 距离早上上妆是10个小时 没错吧 远距离看呢 脸上比昨天好像有光要多一点 因为今天天气比昨天要稍微热一点 而且我中午戴着妆睡了一个午觉 一个午觉醒来 通常脸上都会有一点油 跟昨天一样 我一整天完全没有碰过脸 拉近了看了会发现下巴 好像看起来比早上要稍微粗糙一点点 但是也完全没有那种 说很严重的浮粉打之类的 痘印痘痘这边遮盖的地方呢 感觉有一点点干 但是也没有爆皮 也没有浮起来 所以整体来说呢 保持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脸颊的这部分 因为这边我有上过高光 所以看起来会有点像油光 其实保持的跟下午的时候 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 最大的差别就是T区面中的部分 会稍微有一点翻油光 但是我觉得这个油光呢 也不会让人看起来就很尴尬了 总之这个粉底测试下来 我自己感觉是还OK的 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要戴口罩嘛 我个人觉得这款粉底 它不是那种适合戴口罩的粉底 跟Charlotte Tuber那款粉底比起来呢 它没有那种扒得特别特别牢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涂这个粉底 然后戴口罩的话 有很有可能会蹭花吧 最后呢我打算拿一张卸妆湿巾 把这半边脸给擦掉 这样子呢更容易看出 一天下来这个粉底的遮瑕状况 你看这个下巴 差别还是很大的 我的天哪 这边就看起来还是很干净 这边呢脸颊有一点点泛红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你们看主要是下面的这个痘印跟痘痘 一下子就出来了 所以它的遮瑕度保持的 真的是还可以的 当然我今天也是有用得先的遮瑕膏了 好了那我就先去卸妆洗澡啦 今天这个粉底测评的视频 就先到这里啦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大家 有一点点的参考作用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欢迎给我一键三连 给我点赞 给我留弹幕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